嗨 各位一段好朋友 大家晚安 今天的時間是 11月11號 很難得是我們中華民國 111年的11月11號 那星期五的晚上 那今天晚上 我要來做一件事情 我是圓丁老哥 我今天要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11月6號 上一個星期日 到領域的 好朋友German國成兄那邊 去採摘了他 他不知品系的 一個酪梨 那那一天去的時候 對於這個不知品系的酪梨 我們在樹下 討論了很久 因為國成兄有說當初買的時候 苗山跟他說這是哈絲 但是從他的果實的樣態 我一點都看不出他有哈絲的樣子 所以採了很久就一直繞著 A型花 哈絲酪梨的品系 結果回來之後哈 從我們的紀錄影片裡面 領域裡面的同好 好朋友的提醒 看這個果形很像是佛也德 或者叫做富爾德 OK我們習慣叫佛也德 的一個酪梨 那我再上去看了照片 然後看了相關紀錄的影片 才驚覺 這一品系的酪梨 真的是佛也德 應該是沒錯 為什麼就是今天晚上 我要做紀錄的一個開端 為什麼到最後 因為看了這樣子這麼多的一個 不管是書面還是影像的話 再在的提示 就是佛也德酪梨 他相當容易怎麼樣 來看一下囉 這個是我採摘的三顆 然後這個地方 圓丁老地留下的三顆 好 那 這個 還不錯 那這三顆 看起來都很棒 那這裡總共就二四六顆 那還有 圓竹媽媽那邊有一顆 好像總共七顆 再加上三顆的香腸果 香腸果 那來了 我們就發現了 來看一下囉 這一顆 上面開始有這些症狀了 碳驅病 碳驅病的一個症狀 然後再來這一顆 然後這裡已經出來了 好 再來 特別就是要記錄這一顆 很明顯的 那後面這三顆 還不錯 這還不錯 好 這還不錯 所以現在總共 有七顆果實 有 大概有二加一 有可能是有碳驅病 所以從相關的報導裡面 如果這個是佛也德酪梨的話 碳驅病 非常的明顯 這個就是第一個特徵 再來第二個 像原先 我們以為說這個果梗 還有它的狀態 是不是猜測是晚生種 結果發現 從那個 酪梨的品種裡面得知 十月十一月就已經是佛也德 可以採摘的一個 成熟期 甚至到十二月初 所以現在十一月十一號 是可以的 所以今天晚上我們特別做紀錄 是因為來這一顆 看一下來它的 這個 已經是可以拿下來了 然後再來 有微軟 還不到最軟 但是它的 這一個碳驅病的 這樣子的一個位置 越來越大 所以我打算 今天晚上就開果做一個紀錄 那不管如何 這個品種就是目前 我一直在尋覓的 能夠當原子裡面這些 哈斯或者是平克頓 A型花酪梨的一個 交叉受粉的一個 那個酪梨的品系 所以這個品系 也是一定得要架接在我的 酪梨專區 因為酪梨專區裡面的 哈斯跟平克頓 或者是那個 Reed 比較晚生種的 好像配花都要跟Voyant 所以這個是需要 能夠把這個品系在 我們的酪梨專區落實的 好 那我現在切下去 欸已經可以切了 那感覺還真的是喔 真的是什麼 紀錄裡面 喔 喔 看到嗎 真的是所有台灣裡面 目前酪梨品系裡面 他的出脂肪 應該就是說 他們的油脂的那個 成分最高的 所以現在打開之後 我就來切切看 那我就切比較好的這一面 好 來切切看 看他的那個 口感的表現 對 然後再來就是提到 就是 佛偉德洛梨 他的皮比較薄 喔 所以 是不是因為這樣容易 碳聚病 這個我就不是很清楚 然後再來就是 他的口感 是很綿密 而且是綿密到 據說是很好吃 所以這個是我佛偉德洛梨 你的出體驗 那我打算 我用切的好了 切比較好的這個 來試試看 我打算是這樣子切法 來先切 重切 它不是最應該說什麼 不是最佳的狀態 但是是可以吃的 那我再把它切小半一點 再切的過程就感覺到了 真的是油油 油油 好 那我現在看這個 試試看 皮 還可以 那切 我來吃吃看 非常的 非常的黏啊 有夠黏的 真的是超黏的 我們一般唱 我們比較習慣吃的 就是我們 原子裡面不變色的 就是中普清皮那個品種 就比較 嗯 不要說 比較 比較是我們習慣的 比較滑溜的口感 然後這一個的綿 綿到 涼涼和像 厚好像也有這種 類似的那一種感覺 然後現在已經沒有苦味了 但是還有一點點 但是還有一點點 然後我這樣吃皮的時候 在靠近皮這邊 還有一點脆脆 就表示他還不是最佳的狀態 但是是可以吃的 你可以試試看 因為你最近 因為你最近 紀錄的 圓丁老弟他可以 但是真的皮 沒有 可以吃吃看那一種 這塊起來 已經沒有苦味了 但是真的很黏 好 所以 難怪是有人拿這一個 拿這個品系來 他 他可以去調什麼 那個 墨西哥那個酪梨醬 嗯 有一個那個什麼 人類學家 有一個那個什麼 他有 紀錄一個影片 就是拿酪梨 然後 調整那個酪梨醬 那個影片可以參考 這個應該就是一個很好的材料 然後我現在是完全沒有沾醬 所以他如果在沾 芥末或各項的話 真的是很綿密 綿密跟有 齁 涼 啊一般我們在 之前在吃的那個酪梨 稍微太滑溜 它是很涼的 然後 炭菌病 好啊沒有 完全是沒有 沾任何的調味料 好所以來你看七顆裡面 有兩顆 比較嚴重了 剩下這三顆 還有 原主媽媽那邊的那個 跟著一個 是比較不會有 那個 炭菌病 症狀的這幾個果實 所以真的是 應該就是佛耶德 那既然是佛耶德 那既然是佛耶德 就是米花 所以 他的價值 瘦粉 第二個 口感 真的是很 很黏很黏 所以這個是 可以種 但是 可能沒有辦法經濟摘種 因為經濟摘種 如果這麼多果實 你一直期待 結果大量來這樣子的一個 那個炭菌病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賣 所以如果自己自家 種個一兩顆 然後能夠放著 從十一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剛好 這個階段是一個 酪梨比較 都要空窗期 因為 從 那個什麼 終生種結束之後 一直 國產的就是 像那個 厚爾跟 丘可德 的一個 產出的時間 的一個中間 就可以是佛耶德 接著 鐵棒的酪梨 它最大的價值 應該在這裡 瘦粉素 跟 在酪梨 數量比較少的時候 可以產出 這是它的優勢 但是最大的變數就是這個 容易有碳聚病 然後 這幾顆如果沒有 再放到真的更軟的時候 但是我看這裡 好 這個都有可能會跑出來 所以應該 這是這個 這個品種的罩門 好 那今天就是 這一顆果實 因為已經是這個樣子 所以必須 今天晚上就開火 然後記錄一下 記錄一下 好 OK 最後 最後總結就是 我的原子 需要這個品系的結束 米花的佛耶德酪梨 但是如果要拿這個品系 當作是經濟栽種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很大的風險 那 口感真的不錯 可以試試看 OK 那紀錄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原丁老弟品嘗完之後 覺得比上次還好吃 大概在一個多月前 何兄有拿給我一次 那時候還沒成熟 一個多月前 10月 可能剛開始 現在11月可以 應該可以了 文獻資料裡面 10、11甚至12月 就是這個品系的成熟期 所以何兄的 何兄說的沒錯 現在是可以都採摘了 因為你現在不採摘 這個現象 可能會越來越嚴重 可能會越來越嚴重 但是它那顆樹已經可以 我看它周圍就那顆 已經可以結這麼多的佛耶德酪梨的話 是有留下來的一個 那個價值 因為這個品系的酪梨 在這個時間點 蠻稀有的 OK大概就這樣子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